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力量、力量、力量和力量 一起去争取这个共同的敌人 这个新冠状态 我还有这个共同意,为什么不你? 生于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妈妈来自中国内地,爸爸来自英国 谈起孩子的意外走红 吴女士称,始料未及 这个真的就是无心插柳 没想到在这个YouTube上会反响这么大 让我意识到其实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声音 尤其是让小孩子发声 因为其实最后世界的未来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 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 吴女士称,她与丈夫的家庭教育观念 都是以平等尊重、理智客观为主 大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时事新闻 小到家里要购买什么物件 都会与孩子一起组成四人小组进行讨论 所以当他们在新闻上看到新冠肺炎的报道之后 便第一时间给孩子进行普及 在1月20号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知道新冠肺炎比较严重了 那我们就立马就跟小孩子讲 然后我们就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看 让他看了不下五个视频 不下三本书 初步了解后 孩子们也开始有了新的疑问和思考 四人小组讨论话题 便从新冠肺炎延伸到肺炎与流感、非典的区别 野生动物的保护 为什么要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再到现在各个国家的疫情如何 政府怎样抗议等 有很多家长都会讲 小孩子还小 让他快乐地生活 不要去让他去接触这些时事的东西 我对这个是有保留的 因为时事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本来就不易 让他从小去接触一些不容易的东西 艰辛的东西 我觉得对他是一个锻炼 吴若彤很喜欢摄像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他也常挤起相机 充当小记者 与妈妈进行采访和交流 弟弟则喜欢哼指小曲 另外在妈妈身边看书 吴若彤称 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疫情结束 可以和小伙伴玩 和小伙伴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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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